大家好,我是大鹏 终于有经销商爆出了汽车的每个月,每年的销售数字后面的秘密了 来,看看这条消息 奥某某汽车开始要求经销商储备库存,采购一半目标的销量 那么近期呢,他开始要求经销商储备库存 多位经销商表示,每个月要跟他们厂家采购目标销量一半的车辆 知情人认识,去年12月,他们的经销商采购的车辆储备库存 当月它的销量达到了这么多辆,完成了月度的销售目标 那么今年2月,这家车厂又举办了经销商投资人的年会 与会的经销商表示,总裁在会上再次强调经销商要储备库存 说过去的一些经销商同时卖多个品牌的车,其他的品牌都有库存 如果我们不给你们经销商一些库存的压力的话 你们可能就不会全力的卖我们家的车 我以前经常讲,每个月各种各样的媒体,自媒体在那报 各种各样的销售数字,一方面是给人造成一个繁荣的景色 另外同时也是给他们的投资者一些所谓的信息 让他们的这些股票不至于下跌到很难堪的境地 但是这个有什么用呢?你瞧瞧看,月销量一半的数字都是由经销商把这个车买走的 那么我们就想问一下,这些买走的车辆,厂家有没有去领取? 提一下,这些车辆如果没有销掉的话,它的下水道流向哪里的呢? 是不是又跑到二手车市场去了? 那么如果二手车市场的车商也没有钱来囤积他家的车辆的话 那个车辆又到了哪去了呢? 我们经常看到有些朋友提到在一些城市的边缘一带有所谓的汽车分场 把汽车排到的车在那个半山遍野的停车到底是在干什么? 来,关于这个问题,欢迎大家谈谈您的看法 好,每天了解,记得新闻上,我们的车辆车辆,各个资料,明天见